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擺 感謝各位收看指揮官 轉折點第一集的播出 你說老師啊 你瘋了嗎 今天怎麼說是第一集啊 先跟各位講一件事啊 每一天做股票 特別是碰到轉折點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自己啊 當成第一集播出 你自己要把自己當成 隨時可以轉換的高手 那才叫真正做股票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一檔股票爆它十年八載的 什麼從最低檔爆到最高檔 那些都是騙騙大家的說法 真正在股票市場裡面 最重要是轉折點到的時候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講 來 轉折點到的時候 你敢不敢把它賣掉 轉折點到的時候 你敢不敢把它賣掉 轉折點到的時候 有沒有提醒你把它賣掉 甚至我們講重要一點的 來比較近一點的各位看到沒有 轉折點到的時候有沒有賣掉 親愛的投資朋友 注意喔 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情況喔 甚至呢 各位看到這個 轉折點到了也沒有叫你賣掉 所以我說過啊 各位啊 你可以把財富指揮官呢 每次看到轉折點那個都當成第一集 這個時候呢 我說過不追高是良心 各位看到沒有 不追高是良心啊 待進待出是責任啊 轉折點到的時候 該買就買 該賣就賣 我今天來 我要先給大家這個觀念 什麼是轉折點 拜登當選是不是轉折點 當然是啊 川普反撲可能也是喔 注意喔 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還有呢 還有一些產業 比方說疫苗出現了 我最近跟各位提到的 武漢肺炎是不是轉折點 當然是啊 各位看到沒有 武漢肺炎當年是不是轉折點啊 是啊 如果你那個時候 只要隨便留個電子股的話 跌多少 3627點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轉折點到了 你把自己當成第一集 所以呢 我今天來 我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要怎麼樣能夠看到一個最好的節目 怎麼樣能夠告訴你正確的觀念 甚至啊 我發現很多節目都喜歡 講那個很好的股票讓你追得高高的 然後最後你就套在那上面了 前兩天不是有人告訴你 哇 我不是講誰 講誰 前兩天不是有人告訴你說 南地現在啊 他的乳膠不夠了啊 大家都排隊啊 通通去做手套啊 是不是啊 請問一下 你沒有想過一件事啊 一顆輪胎 欸 至少也有兩萬五啊 一個手套才幾毛錢啊 南地不去坐輪胎去做手套 這是 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嗎 如果哪一天要建大輪胎跑去做手套 你不會覺得很好笑嗎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有些說法 你真的必須要自己過濾一下下 那麼通常來講的話會發生這個現象 各位來看一下 注意哦 你看 像樂硬 我在跟各位介紹的時候 年成長率4% 這個叫做年成長 負5.25% 這個時候幹嘛 武漢肺炎來了 對不對 沒錯吧 後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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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哦 六月份的時候就建高點了 一樣的1325的恆大一樣的道理啊 各位看到沒有 今年年初的時候還是富的啊 後來100% 200% 100% 200% 一樣六月就建了高點 你會說老師 現在為什麼他業績還這麼好 那股價為什麼不漲了 各位注意一件事 股票市場裡面 他反映的是之前的狀況啊 已經反映是之前狀況 你要買是買以後的情況 你要買在他還沒成長之前 那麼賣在他成長之後啊 所以我說過我今天來 我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你想找低檔的股票 想找隱形冠軍的股票 要找這種的來 各位注意哦 這太慘了 跟去年比較 這是10月現在哦 哇 少了六成 少了六成 少了五成 少了一大堆啊 每個月至少少少掉50%的業績啊 為什麼 因為被武漢肺炎害的啊 你就算他是台灣隱形冠軍啊 甚至美國全面復甦疫苗受益的股票 但是你看他多慘啊 但是各位想到一件事情啊 他會不會恢復啊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第二件事情啊 我當初介紹恒大介紹熱印的時候 當時不是也很慘也很多人說 這些股票不會漲嗎 所以我今天來第一句話先跟你講 轉折點到了 什麼該買 什麼該賣 而且相信台灣隱形冠軍 相信指揮官 對吧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來 有些事情你昨天打電話來問我 我真的是覺得我愣住了 我問各位一件事 疫苗出現了 這個是不是叫做防疫概念股 它叫做疫苗手套嘛 你為什麼不賣 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也是訴求 尤其是我覺得很實截了當講一件事 南地的訴求那是更奇怪的一個情況 人家身風是本來就在做醫療手套的 南地頂多做一點工業手套 那一個輪胎不要值多少手套 如果手套真的那麼好賺的話 幹嘛健大不去做 啊 幹嘛正心不去做 親愛的投資朋友 結果呢 轉折點到了 你知不知道該賣 因為它訴求的可能只是一個 防疫的一個題材而已啊 同樣的 這訴求的只是說 我在家可以訓練的題材 各位看到沒有 現在呢是不是換喬山比較好一點啊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請你注意 跟上黃靖哲最大的不同 我不會跟這個股票 注意哦 今天我還要問你一句話 你可以完全不帶感情嗎 我碰到很多朋友 等一下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 有很多的個股 等一下我一檔一檔翻了 這些個股你如果不帶感情的話 你是贏家啊 你對6598的ABC為什麼要有感情啊 你本來也不認識他啊 是因為你錢買在高點 所以你就有感情了嘛 又買在170 180那個地方 感情又放出來了 注意哦 如果它是屬於產業供給過剩 手套有沒有過剩 有啊 口罩有沒有過剩 有了啊 對不對 替代性產品出現 這兩個其實最重要啊 替代性產品出現裡面包含了 各位像這種8436的大疆 是不是有比較快的快篩出來了 那麼該上漲的時候是什麼情況 突然之間產生產品缺後需求大增 各位注意 今天來把這個東西跟各位來做分享 未來我的課程也是專門在講這個啊 是不是產品需求上突然大增啊 是不是武漢肺炎來了 是不是這個肺炎一來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跟各位思考 一年兩年一直到肺炎消失 誰先掌握到最低點 誰就是最大的贏家 對還是不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15.5 19.2 然後各位看到沒有 18.15 55塊錢 這都已經縮減再縮減了 還有65塊錢 一路給你縮減 67 76這樣一路上去啊 各位看到沒有啊 2月28推列印啊 推熱印啊 各位看到沒有 然後呢各位看到 真的沒有 找不到像指揮官這樣的老師了 我說這個時候股價漲多了 你現在要注意什麼 你不要說老師我注意力空不對 注意力多啊 哎呦 怎麼聽說政府要 政府越來越多人在做這個手套的時候 他也沒漲 美國什麼衛生局長阿札克來台也沒漲 這個時候我就請你幾乎要全部把它賣掉 我記得那天還是207還是210想不起來了 所以高點的時候 你要記得該賣就賣 而且這麼久一段時間他都沒有談起來 我昨天不是告訴你 川普也這麼講 甚至包含拜登也這麼講 就是說疫苗呢就在總統大選前後出現 昨天最好笑的新聞不是川普在罵輝瑞嗎 你為什麼不在選前講 輝瑞就不喜歡你川普啊 選前講的話就是等於幫你助選啊 但是有沒有告訴你說最近會成功 有啦 所謂的成功還不是真的成功耶 所謂成功可能是本來3萬個人全部解盲 但是美國用那個speed也就是這個 所謂神速計劃川普給的 所以川普很氣啊 這個speed計劃你只要解盲 比方說1萬個人上下 他沒有規定多少人你就可以講 那1萬個人上下9800人可以講選前啊 1萬2千人可以講選後啊 這個是隨便跟各位聊個天 讓各位知道這個情況 但是請你注意 股票市場是不是我跟你講的 來 產品供給過剩了 需求降低對不對 同樣的替代產品性出現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喔 說不定你今天要來找我的第一件事情啊 是在疫苗出現之後啊 有哪一些啊 有哪一些哇以前不得了開玩笑 一大堆人包含新貴的那種快篩 到現在可能你還不處理 我說這些你應該要來找我處理的 因為時間點已經到了 疫苗也出現了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處理掉 我們有的時候會用很小的訊號一看 這個情況它不會動我們就走掉了 可是你如果用那種長暴的 我告訴你到現在為止還沒走 第二個我再問大家一件事 這是該買還是該賣 你問老師怎麼會這樣子突然之間 太陽能疊下來了 我說你要不帶感情喔 我說不定這樣告訴你一件事 說不定你上個禮拜看好這個禮拜要看壞啊 為什麼 來注意 美國呢現在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找到一個好的老師啊 黃老師真的很認真耶 我知道這個事情對太陽能跟風力發電影響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只有川普一個人鬧說他要重新驗票那沒事啊 如果是整個共和黨動起來那就不得了 美國兩個黨是差不多大的啊 而且你要想到通訊投票他的觀感實在是落於現場投票啊 你說老師這樣講法公平嗎 用想的就知道了啊 我寫一封信跟你講說我愛你 跟你我走到你前面跟你講說我愛你 這個叫做我走到你前面講我愛你啊 這是我寫一封信啊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將來有一天 假設是這樣子 將來有一天黃靜德出了什麼事的時候 一定是這個來現場的來救我嘛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跟各位講說 川普戰拜登之後 那可能太陽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了 但是現在說不定要用一個問號出來啦 所以你有太陽能的也許你要想想看啦 或者說你有風力發電 我現在直接這麼說了 我也不能確定 不能跟你講這個叫確定的 所以現在請你注意 除了這個台灣隱形冠軍 這個最低檔的股票 因為不管怎麼說啦 我真的必須要這麼說啦 不管怎麼說啦 好我們講最最最最最最少的好不好 他也漲了一大段上來了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股票 你還是看看就好 或者你有套牢的時候你要稍微注意了 你看這個節目是不是非常的好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樣告訴你 但是各位 該轉折的時候是不是我告訴你的 等一下我會跟你慢慢的說 當然了什麼東西可以退 什麼東西該進我一定會告訴你 尤其是各位看到沒有 來 注意喔數字在數字會說話喔 如果我明天拿出來的是這種啊 哎呦你看那每個老師都在講 這個這個月成長三倍 下個月成長五倍 後個月成長十倍 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以前瑞基 ABC就是這樣講 講到最後就掉下來 以前南地就是這樣講 身風就是這樣講 各位注意我都是講這樣 可是我說實話 我在講的時候你都不會理我 我那個時候在講熱硬的時候 你不會理我 我1月2月3月在講熱硬 在講恒大的時候你不會理我 你會說 老師啊那個數字跟我講說 它根本就沒有成長 結果後面的 砰出來 現在很慘 等下個月砰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說我沒講 這叫台灣引擎冠軍 我們今天採取單股所單的模式 我不要你手上的股票 馬上全部賣掉 你只要有一支股票要換也可以 你只要有一小筆錢要試試看 OK 讓各位用一個最低檔的方式 那麼用一個最成本的方式 先來抓住這檔股票 讓它漲停漲停再漲停 來改變各位對大盤的看法跟信心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指揮官 這檔漲停版的股票 請你想盡辦法跟上來 最右眼的雙技時代 與您共創佳績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三倍券小CASS 贊心3.0 超值又加料 給你魚吃 再送你釣竿 輕鬆獲利又練就一身功夫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酒駕罰很大 一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策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策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 酒駕再犯聚檢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烤照 需強制交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六千至一萬兩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民工院內政部警察署關心您 還是跟各位報告一件事啊 指數現在是創新高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啦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說一件事情啊 很多人告訴你說這個指數 一旦到了一萬三千兩百六十二點 會這樣大標特標啊 一萬三千五百點 一萬三千九百點 各有一個關卡 我想我們以後再來慢慢說這個 不過現在仍然是多頭沒錯 但是問題來了 它這個每一個震盪 你沒有發覺一件事 都代表一定的轉折啊 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個狀況啊 甚至每一波的上漲 只要你抓到的話 每一波的上漲 只要你抓到的話 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大轉 很可能就是所謂的一萬三千點到一萬兩千五百點 這個每五百點的震盪 抓到一個主流 你就是大轉的一個情形 那麼之前當然是太陽能 之前當然是縫離發電等等這些情況 再往前你可能看到生計股等等這些 那麼這些叫做主流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指揮官只帶各位往主流股來抓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不追高是良心啊 這地方來講主流股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張字卡等一下再講 所以請各位留意一件事 這檔股票絕對是下一批裡面最重要的主流 絕對是你必須要在現在疫苗出現之後 疫苗出現是個非常大轉變的啊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如果沒有疫苗 我很簡單講一件事啊 那口罩就最重要嘛 如果沒有疫苗 那醫生看到你就全身包起來了嘛 防護衣又變得很重要嘛 如果沒有疫苗 兩個人握手最好戴個手套啊 是不是就是這樣 那現在有疫苗了 那不一樣了嘛 你各位看到沒有 為什麼這兩支股票是天差地別啊 這叫做健身房的一個健身用品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居家用的健身用品 所以以前只要有健身人都想去健身房 因為還可以交朋友 但是原則上來說的話 碰到新冠肺炎沒辦法就這樣子 所以有疫苗 你不要說老師 可是我隔壁的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疫苗到現在還沒有打出來啊 股票市場是買未來的希望嘛 你怎麼不去講說恆大的業績 或者說這個熱應的業績現在還是很好 怎麼這麼久都不漲了 康那鄉的業績這麼久都不漲了 帶你上車也帶你下車啊 股票市場是買未來 他們未來可能不會像現在這麼好 他會先跌 他們未來會比現在更好他就會先漲 這個未來會比現在更好 美國已經全面復甦啦 所以請你務必無論如何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麼這個是跟疫苗有相關的 那麼今天我忘記帶一個了 那麼今天報紙上面寫得很好 那個高盛寫得非常好 他說現在呢 接下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復甦狀況 一疫苗二拜登當選 注意他寫一疫苗二拜登當選 什麼意思呢 疫苗比拜登當選更重要 所以這檔跟疫苗相關的股票 我是真的說實話一點 費盡心思啊 要準備拿出來跟你分享 我知道很多人套牢了一大堆股票 想說奇怪怎麼這個也套牢那個也套 買這個也套買那個也套 告訴你一件事 是因為你不曉得轉折 而且假如你套牢非常多的股票的話 請你繼續這句話 為什麼要來找我 因為那是你的股票啊 我說真的啊 我當然是不帶感情 好就跟你說好 不好就跟你說不好 是不是這樣子 你自己的話 唉唷 那這支到底是要買啊 我買啊 這支唉唷 要三塊呢 這支賺兩塊而已啊 你每天都這樣子 你知道股票市場就翻不了身了 股票市場到最後展 你看結果到最後呢 也不是你那支不好的 也不是你那支好的 是長這支 那也不是麻煩大家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說老師 你怎麼可以做出這麼好的應變呢 我很直接的跟各位說一件事情啊 你來看一下來 注意 這是我在股市現場的節目裡面 特別在上一次的時候 上上禮拜四 我去上福建講的 我說你一定要準備好兩號腳本 那個時候根本不知道誰當選啊 我說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那大概晶圓代工 那大概是這個Flash Dram會上去 如果說川普啊 沒當選的時候啊 你不要指望台積電給你創新高啊 至少他在那一秒鐘的時候 不會給你創新高 甚至你也不太要指望聯電 將來一定會更好 因為這兩個還算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 因為對中國大陸這個 所謂的晶圓代工的限制呢 原則上應該都還會有 但是呢 後面再喊到什麼Dram 喊到什麼面板 今天面板 好像沒聲音 再喊到什麼Dram 喊到什麼面板說 也要限制中國大陸 通通來找台灣買 這個就沒了 知道嗎 這個就沒了 所以本來大家有了希望 不見面沒了 對不對 同樣拜登是倒過頭來 拜登我跟你講說 IC設計本來這個什麼 這叫中國 幫中國做IC設計的嘛 幫中國做什麼IC設計 做HPC啊 其他的我故意遮起來 不然的話你就不用看了 另外是太陽能嘛 對不對 太陽能今天我又跟你講說 哎呦 本來覺得拜登上來之後 對太陽能是非常好的 現在 他說他沒落選 那是下麻煩大的 只有這個人當選 只有這個人永遠當選 只有你跟我永遠當選啊 他們兩個大人吵架 神仙吵架 小鬼閃邊啊 聽到沒有啊 所以親愛投資朋友 我們是不是在這些過程當中注意 現在重點是在過程啊 當你做到什麼 該買就買 該賣就買 這才是真正你要做的 我有追高嗎 完全沒有追高啊 問各位一件事情啊 在這個地方買算追高嗎 現在投資朋友483塊錢啊 如果帶你買在632塊錢 當然叫追高啊 這個時候大家都說拜登當選了 我想我基本上 我一定跟你講這個原因了 那是不是這個時候就上去了 我也認為到目前為止 尤其是我為什麼 我跟各位提到說 假如你現在不知道 怎麼去邏輯的話 我給你一個最好的邏輯 就是這樣子 現在目前他當選的機會 還是比較大 99%比97%好了 假的還是這樣子好了 那這邊是2% 那這個減掉這個之後 還剩下多少 比方說我是親中 我是反中 這就抵消掉了 那可能兩個比一比 就剩下什麼 剩下一個台積電 懂我意思了沒有 這個跟這個 加起來 應該還是要防疫啊 還是要經濟復甦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這麼跟各位說 各位看到沒有 那麼原則上 包含了川普的商務部長都說 有一些商用型的 商用型的5G華為方面的 那今天也給你看到了 高通也賣掉了 所以高通能夠漲的話 它就能夠漲 所以我會一步一步幫你確定 如果說發現說 這個情況不行的時候 就要請你趕快走 但是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會一步一步幫你確定 是不是轉折點到的時候 該買就買 沒話講吧 是不是轉折點到的時候 該買就給你買了 有沒有逢低布局 我先問你一件事 我如果給你買在這個 五百八十幾塊錢 那是我不對 但是接下來有沒有逢低布局 注意喔 你不要說老師 我看到之後 我今天來給你追一追喔 我今天來給你追一追喔 說不定你追一追之後 我說真的一件事 不是我願意說把它做得比較短 萬一明天 這可能性很低啦 對不對 還是明天他說 我當我的董事長好了 我不想跟你炒總統了 也有可能啊 所以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我認為 必須要承認它影響股市相當的大 但是你絕對有獲利空間 國家市場全天下太平的話 你根本一點機會都沒有啊 因為天下太平沒有轉折點啊 如果沒有武漢肺炎的話 哪來這個啊 各位啊 我寫1116%你知道嗎 11倍多啊 18.5元到216元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有這種狀況的話 對各位才是最大的一個機會啊 你看今天我講的這件事 我在今天我都在跟你訴求這件事喔 很多事情你必須要想辦法去應變喔 錢在這裡啊 我認為油價還會再上看 上看到哪裡你自己看 6505對不對 這股票幾乎沒有人喜歡啊 而且幾乎你也不可能去買 但是至少他告訴你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懂我意思了沒有 那除了台塑化以外 因為台塑化是在高點還低點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想給你一個觀念啊 台塑化是在這四年的低點 台塑是在這四年的低點附近嘛 在這條線嘛 對不對 這樣沒錯吧 不是在這裡吧 不是119的台塑吧 而是70幾塊的台塑吧 這個更準 看到沒有 這是70塊這是130 天啊一倍耶 沒有說老師你給我報台數 我說好吧 那你喜歡看就跟你講啊 做我節目總要送你一些彩蛋嘛 但是呢各位注意一下下 這個才是最好的啊注意喔 哇沙漠奇景 美國飛機墳場 台灣的航空機也通通都掉在那邊 你覺得這些飛機都報銷了嗎 我就直接告訴你啦 欸這是不是錢啊 money耶 結果你知道美國的飛機放在沙漠裡面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種子多少 一兆 不要等我打開 台灣的隱形冠軍 美國全面復甦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台灣隱形冠軍 美國全面復甦 疫苗受益股 再看清楚一下 來 這個應該沒錯了吧 哇 也有戰鬥機 也有個人飛機 也有什麼航空機 什麼一大隊雞雞雞雞雞雞隊都停在那裡 美國的沙漠 加州沙漠在停這個啊 各位看到沒有 那誰跟他最相關 等到我打開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這些飛機說不定就飛起來了 掌停掌停再掌停啊 這才是最大的重點啊 所以不管誰當選 這個事情一定會做 因為這是疫苗相關的 疫苗是確定的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 總是在轉折點的時候 給你最重要的訊號 甚至帶來你迎向轉折 賣最弱產業 賣最強產業的財富指揮官 這張股票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們採取短天期的單股所單 請各位因為是名額限制的 好好地把握 今天的短天期單股所單 本土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盡在運通 每大選過後回歸市場 生技加科技共創榮景 運達到故黃老師 雙技無敵888 雙技無敵888 最右眼的雙技時代 與您共創家機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三倍券小CASS 振興3.0 超值又加料 給你魚吃 再送你釣竿 輕鬆獲利 又練就一身功夫 需要專線 02-2781-0909 02-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曲師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三線02-2781-0909 2781-0909 六千元 下集中 六千元 近六千元 四千元